Jaws在香港其實是很多年了 當作是一間老派的IT公司 但就給人感覺很傳統 沒有什麼創新的東西 發覺有一個很大的錯誤 就是說客戶的要求現在在這裡 但Jaws在做的事在這裡的時候 第一 你會密集了機會 第二 你現在傳統在做的事 那些賺的錢會越來越少 如果你不去改變 那你有一天就會被人淘汰 而我集團旗下 提供IT解決方案和顧問服務的Jaws 是香港有六十多年歷史 Eric在四年多前加入公司 上任後首要任務就是要做大改革 但初時有很多同事都不肯改變 我先生 我們一向都是這樣的 有人說要這樣 那誰說呢 他說不出是誰 如是者這樣也有很多次 那那個是誰 我也很懷疑這是誰 這個人這麼神通廣大的 有一天我真的傳電郵給這個人 這個人叫someoneatjaws.com 那電郵回來了 即是沒有這個人 我就用Bounceback的電郵 展示給同事看 你們那天說有人說那件事 其實這個人不存在 大家可以不用理這個人了 即是不用放下這個包袱 沒有這個人了 那就笑了 除了這樣證明公司改革的決心 當時他們都花過千萬裝修公司 其中最特別的就是在會議室內 然後加了一個Bounceback房 即是這個Bounceback房 沒有人想過是會有這件事 都是我和老闆說說說說出來 那一開始我們做的時候 真的可以的 那些人就吵著 不要緊的 那些人做事的時候會做事的 我覺得 他們放工後來玩 或者午餐來玩 我覺得是沒所謂的 我們相信同事他不會很忙的時候 不做正經事走來打拳 我們相信同事不會這樣 你不可以用舊的方法 去管理今天的市場 Eric也決定要做一個非一般的高層 他放棄了坐訪的機會 實行和員工打成一片 希望可以鼓勵到他們創新 他們有很多想法 或者他們不敢說 你來聽到他們說的話 我就說為什麼不做 他們會說真的可以嗎 可以 現在做 當你可以放膽給他們去試 他下次就不會再問你 他不會再擔心 因為他知道原來公司是可以的 經過幾年的努力 他們已經成功在轉型的路上 譬如我們現在經常聽到 那些Big Data 網絡保安 接著有IoT 就是物聯網 我們現在最流行的 就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我們都開始推了很多 我們有些以前舊的東西 有些又繼續做 例如Application 就是幫人寫program 寫一些ERP 人事管理系統 我們都繼續做 我記得我當初進來的時候 我們叫做Digital Solution 的商業是佔了我們 不知道兩三個百分 現在今年已經差不多去到二十 過去這幾年的增長是很快的 所以我們有舊的東西 其實不是一件壞事 是好事 你問你怎樣用舊的關係 和我們舊的生意 怎樣可以帶動我們新的商業 деся個百分之四 好事 在警方的右 Brown